莫德納雖然保護力比較強 但是促時狀況會比AZ好嗎 陳時中說疫苗死亡通報與鷹、鎂、韓相近 未出現危險訊號 既然國外已經有先例 為何台灣不能防範 市長您怎麼看 同一個藥 如果在其他國家有那些副作用 沒有理由說到台灣 我們就可以避免掉了 所以一般來講 除非有很大的人種差異 不過這種情形不多 所以大部分在其他國家使用 它出現哪些病發症 到台灣還是會出現 所以藥物本來就是 有那個叫cost effective 就成本效益 坦白講我還是主張年長者還是要接種疫苗 因為你看看 就我們台灣的數據 80歲感染的話死亡率是14% 我看國外的報導 80歲以上會到20% 所以這還是相當高 所以有時候叫做衡量成本效益 cost effective 所以雖然在長者打疫苗 好像有一些副作用 病發症 但是整體來講還是應該要打